我們來看因為一個宗教領袖 在加拿大開始 目前加拿大跟印度的外交關係 是很緊張 加拿大的總理 孤獨入到 當時讓印度要配合調查 也強調說不會公佈政府 印度的外交部是宣佈說 要停止法簽證 讓加拿大的國民 也批評說 加拿大是恐怖分子的比香港 一個市區跟領袖 加拿大國民 尼加爾 那位在溫哥華讓人稱讚 印度部門 加拿大總理陸入到 去控印度政府的調補軍官下案 加拿大對印度思維外交感染 和派出在加拿大外交官 面臨安全的危險 以以三部減停向加國公民協會簽證 還批評加拿大是恐怖分子的比香港 印度又要求加拿大檢查 助印度外交警官的素領 加拿大統計表示 在採取行動較為外交官的安全 和調整助印度外交官的緊守 總理杜獨入到幾月後 由印度配合調查 來取出熟悉的情緒 各國才提供政議 杜獨到也暗時 那安家政治的心話改大 政界會交由歡迎公開 不過對這個話高恐怖 跟我們帶來傳統名譽美国 是採取相對堅信的態度 現在對中國的煩惱越來越遠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大國戰前以來 一直將近靠十四億的印度 看著是這行中國影響的天然名譽 剛才到時強調 印度雖然是重要合作對象 不過加官發帝 加保護人民的重要性也要重視 共識新聞電話 英明月 不及 還 財